好,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命局到底它有什麼樣的疾心跟雄心 其實不管你們是在上初階還是在上中階 我們論命的所有程序幾乎都不變 你們初階所能夠學到了幾乎是這個整個命局論述的 可以達到70%甚至80%的一個功力 我們在學中階,然後花了四個月、花了半年、花了一年 再來學這個中階的話 只不過是從80分進到90分、95分而已 只是論述的深度會比較深 但是對整個命局、雄心這樣的一個論述的話 其實在你們初階六堂課裡面 幾乎都可以得到蠻不錯的一個基礎了 我們都看這邊比肩 好,這邊去上正財 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面局裡面,我們一定要先把這個急胸心 把它給點出來 急心、胸心、還有急胸參半的心 好,我們要把它先大概的了解一遍 了解一遍以後呢,我們就趕快來算它的什麼 哇,摔得多了 是不是如此,甚至老師也跟各位講 你這邊的五行都可以幫它寫出來 在命盤上,幫它寫出來都沒關係 你也方便,你進一步來做這種 相生相克之間的了解 因為有時候,你們才剛開始接觸這個十個星數 有時候才關硬筆結十三 現在如果你看到硬,要你馬上反應出來說 硬來被誰課,因為去課誰 都腦筋還轉不過來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把這個五行 把它寫出來 你看,你們出階上課 不要一個出階一個上課 還在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害這麼要寫水 我可能馬上就真的被你打敗了 知道嗎 有陳佑先生這樣跟我問過 他連這個十二地支的基本的這種五行 那沒有稍微去了解一下 這樣當然在學習效果上就會 就很不好了 所以大家都練習 要把這個有金,無火,未土,害水 這個回去一定要稍微背一下 其實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要各位背的東西已經不多了 那這個最基本的 如果你不去了解的話 當然要學會就是很難 因為我們把這個五行寫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這個金課木 有沒有 這是相克,以前是課正才 那但是金課木 這是心金,這是假木 所以這叫什麼 課之有情 就是對這種正才的這種破才的離道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為什麼我們把這個筆尖稱為叫 極胸參半的兇屬 當然最主要的它的特性 也不是很兇險 就像農夫一樣 那筆尖,我們看這個筆尖 我們把這個筆尖,在這個旺摔性上呢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認出為一個叫小旺 就不是所謂中旺 雖然透肝可以把它稱為中旺 因為它有貝殼 就成為小旺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七善 正才會來生它 有沒有看到不生活對不對 但是正才生正觀的力道比較旺 生七善的力道就弱多了嘛 所以它也屬於自己懂什麼 小旺 而且它有來刻它的話 所以它會比小旺 稍微再弱一點 那這個筆尖是小旺 稍微再旺一點 那我們就看這個七善 會不會來生徒 有啦 所以這個偏硬 再來注意看 偏硬有沒有脫肝 有啦 所以 基本上來看的話 那我們說 這個牧師未來來刻圖 那我們發現 這個牧師屬於什麼 是陽土嘛 陽木嘛 這個圖是屬於陰土嘛 所以是屬於異性 所以 木來來刻圖 基本上 就是屬於異性相克 克之友情的嘛 所以說偏硬 要被偏宅所克 那個壓制的力量才會比較大 那因為它被正硬所克 所以離島不大 而且正採是沒有隔著一個七善 所以克力是不是更弱了 那以這種克力更弱來講的話 是不是就會指這個偏硬的力道 這邊七善還生它 然後偏硬又扣肝 所以它就形成叫 甚至中望的格局了 那我們注意來看 這邊土有沒有割水 看這個三關嘛 所以這個三關基本上來講 可不可以被割 那有沒有被生 誰要來生三關 筆尖嘛 金是不是要生誰 在這筆尖 在這筆尖 雖然是小旺 可是離這個三關有不遠 這原水 就不了近火嘛 所以對它的身來講 沒有用 那這邊偏硬又是中望啊 來割這個三關啊 那所以對這個三關的傷害性 大還是小 大 大喔 可是要記住那一句話 他們是同性還是異性 偏硬跟三關 基本上是屬於異性相克 所以又變成是怎麼樣 克之有錢 所以這種克散的力量 是算大還是算小 當然就算小 你也可以把它寫到小克 好 那我們就把這整個星數的旺摔性 把它看一遍以後 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找出來 這個星數裡 命盤裡面有兩個星數 算是最旺 就平成是這個命局裡面 兩個主菜 第一個主菜 是底肩 第二個主菜 就是偏硬 所以他說展現出來的個性 就會以心經 筆肩 拼硬 這三個屬性為主